杀生宴席 醉业生 阿彩 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呀 我儿子快要结婚了 好多事情等着我去准备呢 恭喜你的 当初看他还是个小孩子 时间过得这么快就要结婚了 阿彩 那你赶快去忙吧 我们就等着吃你儿子喜酒的 阿彩 你儿子结婚的喜宴 我一定要去参加 毕竟你儿子可是我看长大的 没问题 你们这些老邻居我都一定会邀请的 阿彩 你吃素有十几年时间了 这次儿子结婚 你会不会将喜宴办成素宴呢 那怎么会呢 虽然我一直吃素 但是我儿子结婚这样的大事 怎么能办成素宴呢 你们放心好了 到时候积鸭鱼肉应有尽有 这样才对嘛 没有积鸭鱼肉怎么能算是婚宴呢 阿彩 只要你不把婚宴办成素宴 那我们肯定去参加 你们放心好了 那一天肯定让你们吃得满意 我先去买菜了 再见 阿彩真是幸福啊 老父亲年近八十了 身体却一直很棒 儿子也马上就要结婚了 这样的家庭真是让人羡慕啊 阿彩不是常说 吃素会修来好运气吗 他的幸福说不定就是因为 吃素十几年修来的呢 要不你也开始吃素试试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可不相信 吃素会带来好运这样的话 多年吃素的阿彩 在自己儿子结婚的时候 大摆宴席 而且每一桌 都摆满了鸡鸭鱼肉之类的荤菜 阿彩 你怎么能办这么多荤菜啊 要知道 你可是坚持吃素十几年了 你不要生气 我们这些吃素的餐桌在那边呢 那几桌的素桌是我亲自选的 都是素菜 那些荤菜是给别人吃的 阿彩 我们都是常年吃素的人 今天虽然你没有破戒吃荤 可是办了这么多的荤菜 也是在杀生啊 我也想过这点 不过今天是我儿子结婚大喜的日子 如果只办素桌的话 那实在太没有面子了 阿彩 你这是怎么想的呀 本来结婚是件非常吉祥的喜事 亲朋好友都是来祝贺的 可是在这个好日子里 让亲朋好友吃遍了满桌都是尸骨 那不但不吉祥 还是与生灵结怨啊 没错 阿彩 你看看你今天办的喜宴 杀了多少生命 被杀的众生都有怨气 这样对新婚夫妇怎么会好呢 哦 你们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不过 燕西已经办成这样了 那也只好如此了 我现在撤掉婚菜也来不及了 是啊 现在撤掉的话已经晚了 毕竟他们都已经失去了生命 阿彩 以后你可不能再这样做了 嗯 我知道了 几年后 阿彩的孙子诞生了 当上爷爷的阿彩非常高兴 于是在孩子一周岁的时候 又办了一桌宴席 这一次 依旧是鸡鸭与肉 应有尽有 然而 吃完宴席没几天 他的小孙子就突发疾病 住进了医院 就是怎么回事 我孙子前几天的时候 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就病成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啊 爸 就是从那天喝完周岁宴席回来后 他就经常哭闹 好像是害怕什么东西似的 都说小孩子的眼睛能看到一些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难道我孙子他看到了什么吓人的东西 爸 那都是迷信 医生说他只是发烧 引起了轻微的肺炎 住院几天就会好起来的 希望真的是这样 好了 你去照顾孩子吧 我回去给你们准备点饭 哎呀 阿财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别提了 我的小孙子生病住院了 啊 生病住院了 你小孙子不是刚刚满周岁吗 怎么会突然病得这么严重啊 谁知道呢 前几天他就开始哭闹而且还发高烧 或许是周岁宴席那天让他着凉了吧 啊 阿财 你孙子的周岁宴席 不会又准备了一桌的荤菜吧 是啊 我孙子的周岁宴席的确是办了荤菜 哎 阿财啊 上次你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们不是和你说过吗 一般荤菜那是在和生灵结怨啊 我想你孙子的病和宴席的荤菜 有很大关系 别开玩笑了 这怎么可能啊 不跟你说这些了 我要回去为儿子和媳妇准备饭了 他们俩一直照顾孩子还没吃饭呢 阿财他虽然自己吃素 但却从来不劝导亲友和他一起吃素 不但不劝导 有时候还为亲友办婚宴 这实在太不应该了 他以为自己是为了亲友好 哪里知道 他这是害了亲友啊 阿财孙子在住进医院后 虽然花了不少钱 但身体却很快变康复了 从那以后 他更加不相信朋友所说的话 这不是阿财吗 怎么 阿财 你也来这里买鱼虾 准备参加明天的放生法会吗 哦 放生法会 什么放生法会呢 我不知道的 是吗 从明天开始 要在河边举行三天的放生法会呢 所以我们来买一些鱼虾进行放生 难道你买这些鱼虾不是为了放生 明天是我父亲的八十大寿 我来买一些菜 为他的寿宴庆生的 不是要参加放生法会的 阿财 你现在怎么开始杀生了 要知道 我们当初可是一起坚持吃的素啊 我没有杀生 也一直坚持吃素 只是明天是我父亲的八十大寿 很多亲友都会来祝寿的 我怎么能只办素宴呢 那样 岂不是显得很寒酸吗 阿财 你想过没有 你这样残杀生灵来办寿宴 并不是为老人家好 反而 会让老人家 天祸见寿 真正有孝心的子孙 都是替老人家多多布施 放生护生 多做一些慈善的救济 这才更显慈德之心 是啊 阿财 明天你和我们一起去参加放生法会吧 你替父亲放生 便是送给老人家最好的寿礼了 算了吧 你们明天去放生吧 我还是给我父亲 办宴席庆生的好 唉 他听不进我们的劝告啊 这样下去该怎么办好啊 是啊 他自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亲人好 可是哪里知道他这是在害亲人呢 阿财他吃素那么多年了 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啊 阿财父亲八十大寿那天 阿财置办了几桌宴席 寿宴办得非常丰盛 可就在办完寿宴的当天晚上 阿财却做了一个怪梦 这是哪里呢 妈 是你妈 阿财 没错 是我的 妈 我终于又看到你了 你怎么看上去很不高兴啊 是谁惹你生气了呀 就是你这个不孝子惹我生气了 妈 我怎么会是不孝子啊 今天 我刚刚帮爸 办了一场热闹的寿宴 阿财 你真是糊涂啊 你爸上辈子可是大善人 经常放生 护生 拯救了无数的生命 所以今生 才会健康长寿 儿孙满堂 但作为他儿子的你呢 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你虽然吃素多年 为了要面子办了这些婚宴 上一次你孙子 因为你办的那宴席 而受到了生灵怨气的侵袭 染上疾病 可你却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 今天又杀害了羁鸭鱼 生灵无数 你造的罪业可不少啊 可是 我这都是为了让爸的寿宴 丰盛热闹啊 这样 有错吗 当然有错 要知道你爸爸的寿命 本来可以活九十岁的 因为你今天的这寿宴 伤害了很多条性命 所以你爸的杨寿 被捡去了九年 明年杨寿就禁了 什么 爸的杨寿明年就禁了 真是一个奇怪的梦 我怎么会梦到 已经去世多年的妈妈呢 妈说 我帮爸办寿宴 杀害了上千条性命 这怎么可能 所有的鸡鸭鱼肉加起来 也不过一百多而已 真是一个怪梦 他们在做什么 看来是来河边放生的 阿清师兄 你今天真是记下了大善果啊 你这一下放生了上千条生命 我相信你以后 一定会得到福报的 啊 我只不过是放生了几条鲤鱼而已 怎么就成了 放生了上千条的生命啊 你看 你放生的这些鲤鱼 肚子里已经是满满的鱼卵 它被放生后 它肚子里的鱼宝宝 自然也能活的 这岂不是放生了上千条性命吗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这么说来 要是宰杀了一条肚子里 满身鱼卵的鱼儿 那就相当于 伤害了上千条的性命啊 是的 没错 难道昨天的梦是真实的 如果那样的话 我父亲的阳寿 真的只到明年 果然 在第二年 阿财的父亲 便突然生病过世了 嗯 做一个寿宴 还捡了寿命 这是很多人 想不到的 奉劝各位 自己做寿 或是为长辈 祝寿宴客 千万不要普张浪费 杀生造业 满足 口腹之欲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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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